這間試驗是在五台山 屬於北台最高峰的地方 在北台這個地方 有海拔3061公尺的高度 所以現在是早上6點半 天氣一樣很冷啊 你看這邊就有許多善男性女 在這邊行經 就繞了這個佛經的這些碑紋 在那邊祈福 你看 這是一個鐘樓 這邊是天王殿的地方 遠遠的那個是古樓 因為這裡的高度超過3000公尺 所以天氣很冷 上個禮拜整個這個地區 還是大血覆蓋著 所以上山就非常難 尤其他的山路 在還沒有整修之前 是很差的 你看 你看 這是 他們當地在燒火的煤炭啊 也必須用車子搬上來 在這邊 你還可以看到 這些厚厚的雞血 還沒有融化 你看 你看 在古樓那邊 也有很多的善男性女 在繞著她 喔 也可以說 在做禮拜 的這些動作 再看看 這個鐘樓 有一米 超過一米 的高度 應該有將近兩米了 由這個地方 看過去 你就可以看到 一層一層的山巒了 因為 五台山 這五座 平台的山 是這個地方 最高的 由這個地方 也可以去看到 東台的地方 就是 東南西北中 在東邊 看日出 的五台山 你看 這些 高高的廣 要連接起來 應該做 變性的 基地台吧 你看 這邊 很多的善男性女 就會在這邊 落石頭 做紀念 我們現在 走到這座寺廟 就可以看清楚 在北台 這麼高的地方 也能夠看到 西台 跟東台 除了 全球 沈 沈沈的 你看到那個地方 就是西台 武咒平台 西邊的地方阿 在這個地方 你往那個方向看過去 就是 剛剛我在那裡看入室 東台 的這一座山 在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層層的山巒 而且 你也可以看到 這些 蜿蜒齊齊的山路 你知道嗎 從東台 正前方巖巖的那邊 到這邊 有很好的山路 鋪這一座路 是有一位商人 從東台 到北台這邊 那當時的山路很齊齊 非常不好走 也很危險 這個商人 就出錢 我告訴你 出了 一億兩千萬左右的人民幣 把整個山路鋪好 所以 所以 也非常花心 所以在 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 去看到 在北台這個龍王殿 往下看 就可以看到 層層的山巒 你看到的這個地方 是中台 還有炎炎的那個地方 哦 那個地方 就是西台 等於說 東西南北中 五座 平台 這邊 是 東台 中台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中台 然後往西邊延伸 遠遠的 你看到的 那個 是西台 哦 那南邊的 那一座平台 被擋住的 就看不到 這個 就是五台山 最高峰 北台的地方 哦